欢迎收看这个开箱 KONI JOWA EVA 新YouTuber 我鲨鱼啦 欢迎各位有来到我的频道 这次要介绍的东西就是 HAPPY MAX的 米35 EVA 第二弹的相关系列 以福音战士为主 结合潮流品牌的样式 我相信大家一定眼睛一亮 潮流品牌结合特殊风格 呈现不一样的动感样式 有收过第一弹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的了解 那么HAPPY MAX 米35 EVA 第二弹的明日香的样式 整体为何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然后这一次的外盒设计 只是采用360度四周 就是透明展示窗的样式去做呈现 然后透明展示窗的质感也非常的棒 然后还有就是 前面还会有大大的雷射logo 而左右边则是它的形象画面 然后仔细看 大小呈现的比例也非常的漂亮 EVA GIBIO 的相关产品结合的潮流品牌 给人家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截然不同 收藏这样类型的福音战士 就如收藏的潮流品牌一样 而这个版本呢 总共分成两种版本 一个是彩色版的 另外一个则是黑白版的 而我这个版本呢 则是彩色的版本 完成了 仔细看它这样子 整个材质 整个就是细节 它的纹理 还有就是 衣服上面的细节 和构造 真的是很精致 那么头雕的部分 面部与情绪上的表达 眼神的表现 还有脸型的部分 在任何角度 都有一定度的精致呈现 这一次的脸部 神情完成度真的是很高 这一次Part 2的头发 飞舞的效果也让角色表达了动感 这次的头发细节刻画 根根分明 同时也点缀了颜色上的层次感 其实拿在手上那种精致程度 有点带刺 当然越精致越格外的脆弱 这部分大家也要格外小心喔 这一次角色服装 以服饰潮流品牌 Filler品牌为主题 上衣的部分皱褶表现 质感上有一定的立体呈现 鞋镜背包的刻画 与亮光表面 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水准 鞋镜背包的穿戴 也隐隐约约 呈现了明日香的福利属性 而它包包上的logo 也印上了该品牌大大的字样 就连这细节也不放过 再来外套的部分呈现 它那种颗粒化的细节刻画 还有带一些层次的颜色表达 把外套上的刻画纹理 漂亮的表现出来 它外套上的拉链与点缀的配件 都有着非常棒的呈现方式 整个整体转一圈观看 也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 外套与各种点缀物品的搭配 这部分真的也是挺惊人的 口袋与拉链的精致程度 真的没想到 就连这么细小的刻画 也真的是给它漂亮的表达出来 而短窟的部分 仔细一看还会有明日香最喜爱的布偶图样 明日香手上拿着的飞行帽 印着那幅的象征性标志 外观的表面建成处理 与内部的短毛呈现 这两种的质感 细节上也真的是不马虎 运动裤的各种皱褶细节 与蚊子上的精致程度 绑到我就不用多说了 紧身裤的表达效果 也把明日香的腿型漂亮的呈现出来 运动鞋就是令人惊艳的地方啦 就是鞋子上的各种细节 这运动鞋的分色 与鞋带的各种刻画结构 鞋面的表现各种清晰度 非常看得出来圆形师的用心呢 而底座上的精致度也是格外的用心哟 这个清晰可见的效果也大大提升了质感 这次Happy Max的EVA Part 2 整个整体呈现效果 与它的那种动感呈现 不管是头发飘映的表达 还是面部神情或是服装上的刻画材质 都有达到以第一弹以上的水准 而这一尊表达了一定上的品质之外 拿在手上那种感受度与惊讶感 这次的产品真的是满满的惊喜啊 OK 看完了这次Happy Max的就是 米35 EVVA系列Part 2的明日香 都会有两款不一样的配色 一个就是彩色版的 一个就是黑白版的 就看就是各位观众喜欢哪一种口味啦 好啦 Happy Max的米35 EVVA系列Part 2的明日香开箱 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按照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MING PAO TORONTO